我们看回到市场方面 乌额局势为全球经济环境 增添了诸多不确定的因素 而市场也降低 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 新型市场面临的风险 是不是已经增大 而各区的经济表现 又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呢 现在我们来立即连线 西班牙对外银行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夏乐先生来为我们进行解读 夏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那首先看到就是近期的IMF 还有世界银行 都已经下调了 对于2022年 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 除了表达对于高通胀 持续性的担忧之外 还强调若隐若现的 这个新兴市场国家债务风险 有可能会成为下一只黑天鹅了 具体到中国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高杠杆率 也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 那么它的背后 隐藏了哪一些问题 值得我们投资者 多加关注 是的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在疫情之后 特别是目前在全球 这个通胀不断上升的时候 那么很多新兴国家的 这种高杠杆的问题 就暴露出来 我们中国呢 相对好一点 但是呢 如果看到我们整个的 这个杠杆率呀 或者一些其他的 类似的微观指标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还是处于比较高的位置 之所以我们中国可能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还是由于我们整体的这个实力 也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比较高的储蓄率呀 也包括这些我们对于这个资本流动的一些限制啊 都能够帮助我们维护啊 在高杠杆情况下的一些金融安全 这个是好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相信在很多的行业呀 或者是包括个别的企业啊 那么这个高杠杆可能还是会给它自身啊 甚至给一些行业地区啊 造成一些问题 主要就是在于啊 目前由于整个的经济形势啊 由于我们的防控啊 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外部的因素啊 导致我们国内的这个应该说是经济增长放缓 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可能出现一些高杠杆的这些企业或者行业 他们的收入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就没办法来还债 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 那么我们的投资者啊 在判定一些企业行业的情况 可能需要更注意这些高杠杆带来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 应该说是内外有别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高杠杆啊 是由内债啊 自己这个在国内的债务造成的 那可能问题还不大 原因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些货币政策啊 他还是希望能够尽量的减轻啊 大家的这个财务利息的负担 但是如果啊 你的这个债务是这个借外债导致的 那么这个可能问题就会更严峻一些啊 原因就在于啊 那么由于整个全球的这个通胀在上升 我们看到美元呢 包括欧元他们未来都会加息 而不是降息 这样会加重啊 这个你这个外债的财务负担 还有一个呢 就是汇率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看到说人民币啊 和其他货币一样 对于美元都显示出 最近显示出这种贬值的倾向 那么如果你的债务是借美元的话啊 这个汇率啊 这个此消彼价可能会给你造成额外的啊 这样的债务负担 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啊 尽管我们中国从整体来讲啊 这个高杠杆呢 它不会造成一个非常紧急的这样的威胁 但是啊 对于啊 个别的行业还有企业 还是充分要注意啊 这种高杠杆率啊 它的背后的啊 这些可能的风险 嗯 那我们再来关注到欧洲方面啊 法国经济在第一季度是出现了大幅放缓 那么与前一季度相比是没有增长的 那么也是低于了经济学家的预期 也是加剧了欧元区 出现滞胀的一个可能性 可以看到啊 当前的这个欧乌局势 对于整个欧元区的影响 是在不断的加大当中 那么当前市场又如何来看待 欧元区整体的一个走势 哪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尤其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呢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俄欧战争其实对于欧元区造成的这些 智障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经济风险 其实应该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当然不同的国家它会有不同的这样的反应 但是由于欧元区本身 它是一个很大的这种内部 应该说是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经济体 那么呢 很多时候这个一个国家经济不好 它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 对其他的国家进行传染 那么现在其实市场上大家比较关注的 还是重点要看这几个核心国家 也是也就是法国呀 德国呀 特别是德国 因为法国刚才我们讲了 已经看到它的这个经济增长不振 那么第一季度出现了这种零增长 那么其实大家更需要关心的就是德国 原因呢和法国相比 那么德国对于俄罗斯的这样的天然气的进口 它的依赖性更大 也就是说它的能源方面 它还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这个俄罗斯的 而且呢德国应该说是在欧洲 特别是欧元区来讲 它应该是一个火车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看到 由于这个俄乌战争造成的这种能源价格的升高 也包括一些全球的供应链的问题 已经对这个德国的一些产业 特别是汽车产业造成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影响 那么大家其实是非常关注德国的 如果德国出现了一些这个经济 我们说衰退啊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么可能整个的欧元区除了个别国家之外 都难以信念云难 除德国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能源比较依赖的 比如说奥地利亚 比如说一些东欧的一些国家 相对来讲呢 其实在南欧啊 比如说西班牙还有法国 按理说他们呢 其实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是弱的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由于这个欧元区本身是一个庞大的这个共同市场 所以呢 这些国家其实现在也面临很多相关造成的这个困难 嗯 那我们最后再看到就是内地方面啊 在各种情况的综合因素 像战争啊 然后还有像美国收紧货币政策 以及资金外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中国经济持续的放缓 人民币走弱 并且呢呼吁贬值的声音越来越大 那么在您看来 人民币贬值对于经济增长会不会有正面的作用 是不是能够对于啊 经济这个积极的增长呢 会起到有这个预期的这样的效果 嗯 人民币贬值啊 当然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出口有提振的作用 所以呢 适当的贬值 应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呃 我们现在也看到 如果我们看人民币对于美元 当然现在有一轮非常急的贬值 但是如果我们看人民币对这个一篮子货币 或者是我们直接参考这个 呃 这叫CFBTS的这个人民币汇率指数的话 我们发现啊 其实啊 相对来讲 我们目前人民币啊 他的这个汇率指数还是处于一个相对高位的啊 啊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于啊 因为其他欧元呢 还有日元啊 这些主要的货币 他对美元也经历了啊 一轮非常急的这个贬值 这个当然就是跟美国的货币政策的这个变化有关系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而我们可以认为说啊 目前的这样的贬值幅度啊 可能对于啊 我们的这个啊 出口部门的提振作用 也是比较有限的 当然贬比不贬好 但是呢 呃 你不能够指望 目前的这个贬值幅度 会给你的出口部门带来一些额外的这种优势 那么我们其实还是说通过啊 这样的啊 贬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啊 这个美元啊 过强啊 造成的这些问题 呃 但是呃 除了这种对出口部门的影响之外 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贬值过快过急 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啊 资本外流加速啊 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是不利于国内的金融稳定的 那在目前呢 我觉得啊 可能我们更重要的是维护啊 整个中国的经济的这样一个信心啊 不应该啊 希望说通过这种快速的贬值啊 来这个提振这个出口来带动我们的经济 就像我刚才讲的啊 那个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我们希望啊 人民币啊 能够在一个新的合理价格上啊 尽快的稳定下来啊 然后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内部的这种动力啊 通过这种疫情防控的这种调控啊 这种调整啊 慢慢的啊 我们的这个经济能够重新恢复啊 不过我看现在的形势也应该是下半年了 就是短期之内这个疫情缓解还是很困难 明白 今天非常感谢夏先生呢 这段时间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 谢谢您 好的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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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